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文字虽然不多 可是它的含义很深很广 首先告诉我们 第一个大用 它能够见五亮祝福 诸身禅定 虚读五亮祝福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第二个作用 它有能力在一面前便由一切佛陀 这一句是给我们说明 他们生活空间是多么大 那么由此可知 华阴三昧 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因恋情是说时间很短 在经文里面有种种说法 都有经典做一句 而古无大德 而古无大德采取其中的一种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 一念情就叫一刹那 一坛值有六十刹那 一坛值这个时间很短 一坛值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 一刹那也叫一念 这是时间非常短暂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 它就有能力 并有一切佛陀 此地的一切 不但包括了十方 也包括了三世 三世主要明了 有过去世 还有未来世 过去未来 一切诸佛刹土 他都能够便有 便是一个都不漏啊 摄方三世 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他一念之间的圆满 达到了 这个境界我们很难想象 难在哪里呢 难在我们有分别 有知识 所以看到这些经文呢 都很不容易理解 我们凡夫 局限在一个身相 不能分身 局限在这个身相上 所以就做不到啊 别说是一念之间 你做不到 给你再长的时间 你也做不到啊 那么在大经里面 跟诸位同修多次地报告过 法身大死 也就是说 原教出诸以上的菩萨 没有身相 也就是没有我这个执着 无相 他才能信一切相 无相无不相 他能信一切相 无知 他能够信一切之 无所不知 所以佛在 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他能在同时 信无量无边的身相 那么所信的身相 是不是一个样子呢 不是 他能信各种不同的身相 像大家在浦门平里面 所念到的 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印 应一什么身得度 就信什么样的身相 这个三十二印 是三十二大类 每一类里面 无量无边的身相 而每一个身相 可能都不相同 那么这些 是不是菩萨 是不是菩萨有意 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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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信 我们现在不能信 什么原因呢 我们有意 有意就不能信 我无意 有意 注意一下 那个意 是烦恼 不是个好东西 那个意思 是执着 是妄想 是分别 所以 障碍 自信的 得用 如果我们把这个意 写掉了 有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你就自在了 你就能像诸佛菩萨一样 自在实现 我们在华言经里面 将这些道理 境界四项 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这是真的 不是虚妄 在中国 佛教寺里面 有记载 随一堂时代 还有这些人 这个佛家史传里面 有一部书 叫神僧传 这个里面记载了 也有好几百人 大概有将近三百人 两半多人有三百人 在历史上记载的 用现代的话来说 他们都有特异的功能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 喜欢看这一类的书 而后晓得 这些能力 都是一切众生的本能 他们有 我们也有 他们能够实现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实现 原因是什么 他们没有障碍 我们有障碍 把自己的本能障碍住了 所以这个能力 不能先切 正如同 释迦牟尼佛在华言经上 所说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的相 一切众生 不但包括我们一切人类 一切畜生 恶归归地狱 这都是众生 大家的智慧 跟如来国地上 没有两样 大家的德能 这时候能力 跟佛也没有差别 像是现象 一正庄业 都跟佛一样 佛很感叹地说 说这些众生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真的 这是一句话 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 我们因为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所以智慧得能 不能切切 那么这个就是佛经里面 讲的业障 你有障碍 如果这个障碍 除掉了 我们的智慧能力 就现前了 智慧不可思议 世间出世界 世人常讲 天上人间 过去未来 你没有一样 不知道 样样都明了 这是你的智慧 你为什么知道 你本来知道 现在科学家常常在想 宇宙怎么来的 生命从哪里起源的 都在那里追究 都在那里探索 能不能有正确的答案 说实在的话 永远没有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他的障碍没有去掉 障碍 装住了他的智慧 所以他的怎么样去研究 去探索 统统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 而没有办法了解四世真相 佛告诉我们 如果真正想了解四世真相 不难 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你自信里面 本具的智慧都能先进 那时候就真相大本 那么真相究竟像什么样子呢 真如佛在华言经上所说的 华言经上所讲的 就是四世真相 那是佛跟我们说的 我们没有见到 佛教教导教导我们 去了障碍 这个四世真相就在你面前 然后佛说的这个经 有什么用处呢 给我们做印证 看看我们所见 所接触的这个四世真相 是不是如佛所说 这是经典另一个用途 是给我们做证明的 那么由此可知 说佛究竟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要说佛 说佛唯一的是什么 唯一的是 恢复我们自己本来面目而已 那么再要说的前一点 学佛的目的就是叫你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生活环境 如果你不认识自己 不明了自己生活环境 在佛法里面讲 这叫反复 这叫迷惑 明了了 这叫觉悟 觉悟之后 你自然就有这种能力 你的生活空间 你的生活空间不是居俗 在一个区域 而生活的空间太大太大了 静虚空便发界 哪个地方有感 哪里就有意 祝佛菩萨信身 并由舍房刹土 不是有意去的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的 众生有感 他就有意 感应道教 所以世尊在论言会上所讲的 祝佛菩萨随类化身 随即说法 你说多自在 那么这种能力 我们把它总结归起来讲 就是他们随时误入华言三位 华言三位前面说过 那么简单的说 他已经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人生就是自己本人 宇宙就是自己生活环境 真相明了 华言三位也叫做海印三位 海印是比喻 海是比喻 深光 印 我们平常盖印 用这个作比喻 我们盖一个印章 印章里面有很多字 有很多文字 我们盖下去之后 这个文字是同时 现前没有先后的 我们写字有先后 印章盖下去没有先后 取这个意思 取同时 那么佛在大经里头 有两句话 也很著名 许多同修都能够记得 佛说 三世古今 从时间上来说 三世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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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史 不离当年 这个当年 就是一年前 所以他一年前 才能变有一切过度 又说 受访世界 不离当初 这个当初 佛经上常常讲 微臣毛孔 不离当初 这个是 我们凡夫 称之为 不思议 泄脱 境界 这是 法生大肆 所正等 他们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就叫华音三个眼 所以 他是 同时 同处 并虚空 并发净 佛说 这是四世真相 究竟是不是四世真相 现代人相信科学 实际上科学 他真的懂不懂呢 也未必懂 未必懂 而相信 那这个信 叫迷信 他们说 我们迷信 佛法 我们说 他迷信 科学 都是迷信 搞清楚了 他叫不迷信 没搞清楚 相信他 那就叫做迷信 那就叫做迷信 那就叫迷信 那就叫迷信 我们听 我们听了 也很好笑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迷信 没错 是迷信 怎么说是迷信 这佛所讲的这些东西 我们的确没搞清楚 纵然是理论上搞清楚了 四世我们没见到 就是此地这个年纪 我们明白了 可是四世没见到 诸身禅定 吸毒无量诸佛 我们身禅定没有得到 我们没有见到诸佛 可是我们相信 相信佛不欺骗我们 于一年情便有一切佛徒 这更不可思议 我们更不能够做到 我们也相信 这个信叫迷信 人家说我们迷信 阿弥陀佛 不是骂我们 真的 我们确实是迷信 怎么可以怪别人 可以迷 可是你要想的 他说我们迷信 他迷得比我们更糟 你懂不懂这个意思 我们迷是一重迷 他迷两重迷 他对佛法一无所知 就敢说他是迷信 他是迷一迷信 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可以说 他这个信是真心还是迷信 要搞清楚 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清楚 你说他是信 他也是迷信 你说他迷信 他是迷迷信 佛法 佛法 佛法唯一的好处 释迷信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了以后 叫我们自己去证实 你自己证实 你自己证明之后 那个时候才叫真心 那么换句话说 佛劝导我们 一定要入华音三位 那么这个事情你就证实了 就变成自己的境界了 这一点很重要 大臣经上唱说的 言出同时 光辖自在 言出同时是将时间 光辖自在是将空间 空间跟时间都不是真的 你看在法相经典里面 把这个时间空间定位 定在哪个地位 不相应刑法 什么叫不相应刑法 要用现代的话 不相应刑法 就是大家一种抽象的概念 不是事实 现在人 由于科技发达 逐渐逐渐 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 跟从前人不一样 从前人你要说时间是假的 很难理解 现在我们说时间是假的 大家比较容易 容易懂得 为什么 有时差 我们现在此地八点钟 澳洲现在加两个 他们十点钟 现在晓得 各个地方有时差 时间是假的 不是真的 空间方位 这四方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看你在哪一个点上说话了 你这个点移动了 你的方位全部都移动了 所以时间空间不是一定的 不是定法 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换一句话说 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那么近代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曾经讲过 他说过去 现在未来同时存在 能说出这句话 不简单的 他知道同时存在 他没有办法 回到过去 也没有办法 走入未来 他没法死 理论上知道了 用什么方法 能够把这个 时光随道突破 现在还想不出办法 那么在佛法里面 早就突破了 所以他能够回到过去 也能够进入未来 才能够并由一切佛陀吧 这个一切里面 包括这三十根十方 他能够回到过去 他也能够很自在的 进入未来 那么佛家用的方法 就是禅定 禅定是什么意思 完全断理 分别之处 这个分别的毅力 执着的念头 统统断尽 这个叫深禅定 所以世间禅定 做不到 世间禅定 叫四禅八定 他为什么做不到 他有念头 他入在 甚深禅定之中 他还有个禅定的念头 那就不行 只要有禅定 就能恢复 一部分的能力 不能够 避免一切佛陀 做不到这个 如果能有一点小定 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 深 住在新加坡 世界其他过去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必用电视 你在定中可以看见 不单在定中 可以看见 现在发生的事情 可以看到 过去发生的事情 也可以看到 未来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不必要 很深的禅定 小定就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这个地球以外 其他星球 那这个定空就要生 一般小定不行 在过去 我在讲经的时候 有一位老居士 他是个军人 是一位将军 告诉我一桩事情 在抗战期间 他们军队住在江西 那个附近 有个道观 里面有个老道 这个老道 很有修行 凌碎也很大 那他们对这个老道很敬仰 有一天老道派人来通知他们 叫他们搬家 为什么 老道告诉他 三天之后 这个地方会被洪水淹没 他们听了这个话 很难相信 天气非常好 根本没有这个水灾的迹象 这奇怪 这个老道为什么会说这个话 老道住的那个地方 地势也不高 他就派人去打电 看看老道有没有搬家 派人去 老道已经搬家了 他们就孤望 天知 到第三天之后 果然山洪爆发 那个地方真的被淹没了 这老道确实 有一点能力 这个几天以后 这是这个事情 他见到了 这是一桩事情 另外有一桩事情 有一天老道告诉他 他在入定的时候看到 有一场战争 告诉他的方位 在这个中国的东方 距离相当遥远 这个战争非常残酷 他们听了之后 这因为都是一些军人 高级军官嘛 对于这些事情 消息的很灵通 没有 没有这个现象 那么也后就算了 过了三个月之后 就是老道讲的 那个方位 那个距离 发生事情了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 他就奇怪 为什么他在三个月之前 看到 这就说明了 突破了时间 他可以看到未来 未来三个月的事情 他看到 看到这一场战争 说明 时空确实可以超越 小的超越 我们在神圣传里面 这是哪一位的故事 我记不得了 这大概总是四五十年前 读的这些书了 有一位印度来的法斯 在中国传道 将近说法 回去的时候 就有许多人 平常亲近法斯 都办了好的摘菜 为法斯进行 法斯的法语言非常出身 这头一天 人家请他吃饭 他都去了 每一家都欢欢喜喜 法斯看得起我了 你看多少人家请他 他今天到我家来应供 那个人家 法斯瞧得起我 到我家来应供 到第二天 到十里长亭去送行 大家就送他 每一个人谈起来 昨天中午法斯在我家 他在我家了 这样一穿连起来的时候 差不多当天请他 有三四百人家 他都去了 才知道这个法斯 有分身的本事 同时吃午饭的时候 他能分几百个身 每一个人家都去了 记载在高僧传里面 佛说 这些能力 我们统统都有 这个法斯 有这种能力 这是我们通常讲的 至少 他大概也是小乘三国罗汉 三国罗汉 有神族通 神族通就是变化 这个西游记上讲 孙悟空七十二变 三国就有这个能力 那决定不止七十二变 孙悟空跟斯托汉相比差很远 那差太远了 他同时能够分身 这就说明 这与因令情 必有一切 佛土 这是事实 可见得 佛法一定要修取 我们要想得到 真正的幸福 自在快乐 只有在佛法里 才能得到 其他法门 纵然得到 也很有限 没有佛法里 能力这么样的广大 真正是无有编辑 上面所讲的自力 你自己得到的好处 你得到的收入 下面这个经文呢 是将利他 帮助社会 帮助大众 这个里面有四小段 这个题目里面讲的 妙行行事 行是他的生活行为 行是出真实的作用 得佛变才 佛的变才 无碍 这是达到 究竟圆满 在佛经上 为我们解释变才 有四种 第一个是意 这个意是理论 佛对一切法的理论 透彻 世间人赞美上帝 全知全能 实在讲 佛的变才 真的是全知全能 那么说佛的变才 诸位要想的 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变才 我们自己因为有障碍 把这种才能障碍住了 不能限起 所以叫凡夫 如果障碍除掉了 我们的能力限前了 那就叫佛吧 所以说众生 说自己 说祝福 也是说自己 自己迷了 就叫众生 自己觉悟了 就叫佛 所以要知道 佛跟自己的关系 是一不是二 经上所说的 字字句句 都是我们自己的本能 自信本具的智慧 我们读了这个经之后 如何将自己的本能恢复 理论上通达 没有障碍 第二是法 法是方法 法是一切诸法 因变的过程 都在法里 那用佛家平常讲的话来说 就是因果的变清 这是属于法了 讲习当中 曾经跟主要报告过 万法借空 英国不空 英国何意不空 英国是转变不空 相识不空 转变跟相语 都是法 那么佛对这些通达 没有障碍啊 第三种叫词无碍 词是言语表达 现在我们讲的词令 无比的高潮 这我们常讲佛的变才无碍 现在讲变才 多半是讲词令 他很会说 第四种 要说 喜欢说 你虽然有变才无碍 不喜欢说话 那也不行啊 人家得不到利益了 喜欢讲给别人听 只要别人肯接受 他喜欢听 佛就喜欢说 佛的变才里面 含着四个意思 那么这个四个意思 我们有没有能力学得到 现在有一些 在家出家的同修 发心要来学讲经 学讲经 一定要学佛的变才啊 可是你要想的 佛的变才是信德的流露 换一句话说 不是学来的 学不来的 你怎样才得到呢 前面讲了 一定要得定 所以现代教学的方法 跟从前不一样 如果我们真正想开智慧 还是从前老方法有效 现在这个新的方法没效 老方法为什么会有效呢 老方法从禅定教起 你比如说 你要学讲经 从哪里学起呢 心修禅定 得到禅定之后 再来学讲经 那就很容易了 一听就开悟了 就明白了 哪有那么麻烦呢 为什么呢 定心能生智慧 你有慧解 现在你为什么学得这么辛苦呢 因为你有妄想 你有杂念 你有烦恼 你有忧虑 你有牵挂 你没有智慧 上台讲经 讲一个小时 要预备几十个小时 好辛苦啊 到什么时候 你预备一个小时 可以讲十个小时 讲得很自在 你就快乐了吧 所以从前学讲经 心修禅定 现在大家不肯修禅定 一开头 就想研究经典 研究古今人的注解 不行啊 永远不能开悟啊 我们现在 虽然没有禅堂 有念佛堂 念佛堂一样 真正要是学讲经 发大心 将来要鸿发立身 去佛会命 从哪里学起呢 最好先到念佛堂 老老实实 念三年 三年念下来之后啊 你的妄想分别之中 都没有了 你看看 你一天都晚在那里 一举阿弥陀佛 你不会胡思乱想啊 你万年放下了 能够放下三年 你的心定了 如果念佛堂 住上三年 你来听我讲经 开悟的可能性很大 开悟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现在大家学经学得这么辛苦 道理在此 这是现代教学的方法 跟从前不一样 那么现在修行的成就远远不如过去 道理都在此点 第二句 就是祝普贤行 普贤行是什么呢 实在讲 就是前面将的花言三位 我们这一部经 一开端 这一瓶呢 一开端 就是贤公遵秀 普贤大事之德 普贤大事之德 就是普贤行 普贤行简单的说 只有一个念头 利益一切众生 造福社会 造福人权 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 没有啊 那是普贤行 所以普贤行是 以清净心 平等心 真诚心 慈悲心 做一切利益众生的工作 这是普贤行 这是菩萨行里面 最殊胜的行 要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 高级的菩萨行 称之为普贤行 普贤行 它的样子是什么 样子就是我们自己 现前的生活 现前的工作 现前厨师待人救 这个样子没有改变 还是照常 思想上没有改变 心理上改变 决定跟从前 不是一个想法 不是一个看法 你的想法 看法 转变 从前念念 有我 为我 为我的利益 现在这个念头 没有了 这个四也没有了 现在是念念 为一切众生 念念 为社会大众 世间人讲的 牺牲奉献 他所做的 确实是牺牲奉献 但是 牺牲奉献 这个念头 他没有 如果 你有 牺牲奉献的念头 还有这个意思 你还是凡夫 你修的 不是普贤行 你还是凡夫行 凡夫里面 修的 修的 善行 善因 将来有善的果报 不是普贤行 普贤行的果报 不再三三道 普贤行的果报 就是前面的四句 前面我们这个经常 前面的四行 那是普贤行的果报 不但不再六道 你舍法界 也不再 他的果报在 印证法界 那么这是我们修佛 不能不知道 普贤行 要详细说 就是一部 完整的花言经 你展开 花言 从如是我闻 到信受奉献 字字句句 都是普贤行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能有这个缘分 学习 大福德了 这个佛报 不是一世的 也就是 这个机会 不是你 随时能够 遇得到的 真正是 百千万劫 难遭遇 花言经 大概最近 至少有两个多年 没有人讲过 我们今天遇到这一会 绝不是偶然 这一部大经 诸位要不是 善跟父的 因缘成熟 你就不可能遇到 你遇到了 你也不可能 生欢喜心 遇到能生欢喜心 度身度疾 善跟父的 因缘成熟 所以不是容易死心 我们既然得人生 遇到这个机会 就不能放过 虽然不能学得 圆满的普贤行 普贤行里面 学个一条两条 我们这一生 都受用不尽 那么这都是四十 五无量寿经 是花言经的纲要 当然 也就是普贤行的纲要 请看下面一句 善能分别 众生欲淫 这个是在说 语言上的障碍 突破 语言 我们很清楚 特别是住在新加坡 新加坡这个地方 虽然很小 种族很多 连官方的语言 都采取四种 有英语 华语 马来语 印度语 都有四种 语文都不同 可是佛菩萨 他们的本事很大 佛与一应而说法 众生随略过得紧 这个我们做不到 如果是佛跟这些菩萨们 在此地前进 各种不同种族 不同国家的人 不同言语的人 坐在下面来天津 不需要翻译 每一个人都能听到 这个很妙啊 每一个人听佛讲的 都是自己的语言 佛有这个本事 这个很不可思议 我们想想可能吗 现在想一想 还真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用电脑 可以能做到啊 既然电脑可以能做到了 那佛的智慧 比电脑不知道要高 多少倍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电脑的运用操作 想到佛这个能力 是真的不是假 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 我们在经典里面 所看到的 他的道理 是如来 跟这些发生大事 他们是真摄智慧 无碍变才 这种功德力量 所以能够 变现出 随一类的语言 他不需要别人翻译 他能够在同时 同出 以一个音声 将所有人听到 都听到他自己的语言 他有这种能力 有这样的能力 说法力生 就没有障碍了 大家都晓得 佛法好 佛法非常殊胜 今天佛法在全世界的弘扬 是在讲的 语言的障碍 是第一个因素 真正有修行的人 当然这个修行呢 没有正德 花音三昧 要正德花音三昧 这个问题解决了 没有那么深的功夫 所欺辱的境界 很浅 能入个几分 功恨 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以就受欲文的障碍 对于不同语言 不同文字的 这些人 就不能把这个 鼠身 微妙的佛法 介绍给他们 必须要通过翻译 像古时候 年轻年前 佛法传到中国 那个时候的经典 是梵文 到中国 一定要翻译成华文 中国人才能看得懂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翻译 世尊原来的意思 有没有被翻错误 那么这个在我们一般常识 想象当中来说 一定是有可能的 不可能把他原来意思 一丝毫不错误的翻出来 很难啊 我们普通人 自己写一篇文章 请人家就翻译外国文字翻出来了 跟我们原来的意思 是不是完全相同呢 很难讲啊 那么如果把佛的意思翻错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不是一物众生啊 所以这一点 也引起现代人学佛 对于今天怀疑 所以有一些人 一定要去找凡文 语言文的经典 那到哪去找啊 语言文的经典都失传了 中国人 有没有经到责任呢 在古代 大量繁文经典流传到中国 非常可惜 中国人没有保存啊 翻成中文之后 繁文经典就不要了 没有把它保存 没有把它保存 流传下来 你说这多可惜啊 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 就这一段事情 请教过方东北先生 我提出的问题 这样珍贵的典籍 为什么不好好地保存下来 你看看 中国古人 唯恐佛经 将来在大灾难当中试穿了 把他刻成 蛇经 藏住名山 流传个后世 前些年 在中国防山发现的蛇经 你看古人用心多苦啊 唯恐试穿了 把这个经文的手 刻在石头上 全部的大藏经 分别藏在七个石库里 我到防山去参观 叹为观止 那个功臣 不亚于万里长城 根据他们的记载 这部经典 总共课了 差不多三四百年 才完工啊 多少人力 才力 来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把反安稳 保存下来 方先生听到我这个疑问呢 他老人家哈哈大笑 这一笑也把我笑糊涂了 他告诉我 他是这种事情 你不知道了 过去的中国人 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 现在中国人 没有民族的自信心 都觉得是不如别人 过去的中国人 自信心之洽 别的国家民族比不上啊 世界第一 佛经翻成了华文 不但他这个意思 一点都没错 就能够有这么肯定 意思绝对没翻错 而且文字 比凡文原文还要华美 那就告诉天下人 以后多华文经典就可以了 凡文用不住读了 不要了 你看看这种气开 我们想不到 方先生说出这个话了 我们想想 确实是有这个道理 这中国人翻成这个华文经典 值得自豪啊 所以 黎兵南老居士告诉我们 当年参加翻译 一场这个工作 里面很多修行政国的人 所以他这个意思 才翻得不会错 佛说的这个境界了 他们这些人修行真正正的这个境界 切入这个境界了 那他翻译就没问题 绝不是像我们现在 一知半结 自以为是 那不行啊 那就错误百出了 从前人真的是 有修有正 我们现在人是 现在人是 有信有学 那个修都谈不上 正根没有了 今天学乎我们的成果 所以经上讲的这句话 我们深深相信这个可能 但是 但是不是我们的经济 我们今天还是要通过翻译 翻译的工作非常艰难 要真正把翻译工作做好 还是要靠修行的功夫 那才真正能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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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少 这种经典不读 这种经典不读 这三句也可以说是 无量寿经的总纲领 也是唐朝时代 善道大师跟我们讲的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这个经上说三个真实 开化行事真实之计 这一句 说明 祝福如来 他为什么 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行 原因说出来了 众生有感 他就来应 我们心里面有感 往往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就像现在 这科学里面所讲的电波 我们这个电波发出去了 这个电波非常微弱 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可是这种微弱的波 佛菩萨那年 他已经接受到了 他比我们高明太多了 我们自己发出去 自己尚且不想得 他知道 他知道 他就来了 他来了 反而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 佛菩萨怎么来了 这个微弱的波是什么呢 能够接受佛法 就是 如果有人说这些东西 我们听了 能相信 能理解 只要你有这个条件 佛菩萨就来了 如果你听到这个法 接触到这些法 你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不能理解 他就不来 所以这种波发出去 这就有感了 他来信神 来说法 这是他来应 众生有感了 佛菩萨就有应 如果我们是一个强烈的欲望 希求 当然 这个发出去的电波就很强了 我们自己很清楚 像现在我们见面佛堂 我们希望见密陶村 希望求三保加持 这个心的力量非常强 这个不受于弱的 我们有感 佛菩萨哪有不应的到底 那么佛菩萨 如何来感应 就看我们发的这个心 是不是真心 如果是真心 那个反应就非常显著 非常明显 如果是妄心 借着这个来搞明文理 来贪图五于六成 给主说 那个佛菩萨就不应 就没有感应 你这个波再强 也没有感应 为什么呢 跟他的频率不相同 跟他的频率不相同 频率不一样 起不了感应到脚 如果你这个心是制成恭敬的心 就有感应 所以佛菩萨实现到这个世界来 以种种不同的身份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但是他们所表现的 总不利这个原则 就是这一句 开花显示 真实之极 我们在华言经上 特别明显看到的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 就是这一句话了 在华言经上 用了四十句的经文 在无量寿经上 就是八个字 开 是开 是开福之间 化 是其辱境界 这个佛家常讲 开世 开就是开世的意思 众生 对于这些四 对于这些理 不明白 不了解 这叫毕思 你遇到这些善知识 这些明白人 这明白人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实现的 他来给你说明 给你讲清楚 指示你 给你讲清楚 你呀 听了之后 觉悟了 所谓是 毛色 顿开 那他 他跟我们开世 是什么呢 跟我们说明的什么 说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是后面讲的 真实之计 真实之计 就是四十的真相 他一说 我们就明白 这个化 就是明白了 我们就产生变化 原先是迷惑颠倒 现在是恍然大悟 所以这叫做开化 佛知 佛知 佛精 佛是觉悟的意思 就是觉悟的知见 知是明了 明白了 见是见解 你的明了 你的见解 完全正确 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呢 给宇宙人生的真相 完全相应 相符合 这个见解 思想才叫正确 正确的标准在此地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佛知之见 一定是以释迦牟尼佛的 见解思想做标准 那你就错了 释迦牟尼佛没有思想 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见解 这个标准是四十真相 与四十真相相应 邪师 是弗知 根心立体 我们讲聪明 灵力 这是禅家常说的 根心很立体 佛一说 他就明了 上根人 他就懂得了 中下根心的人还不行 你给他讲 他似懂非懂 不能够透支 更进一步 要行事 行事是什么 做出样子来给他看 他这在恍然大悟 他在真正明白 行事要做出样子 做出一个榜样 来教导 所以佛法 你看一切经论里面 佛常常嘱咐我们 这个话说了 不晓得有几百遍 几千遍 甚至说几万遍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每一步经上都有好几遍 全部大藏经上 不是有几万遍 他劝我们 受持读诵 为人引说 这一句话说了几万遍 这是佛苦口婆心的 劝导我们 受持 是不是接受啊 佛所讲的道理 佛所讲的方法 佛所讲的境界 我们要接受 我们要相信 这个是受啊 持是什么 保持 不能够失掉 一定要把它 用在我们生活上 用在我们日常工作 除事 待人 介物之中 把它所讲的道理 方法 要用上才行 这才叫受持 读诵 是劝我们 常常要读经典 为什么呢 不要把老师的教训 忘掉了 凡夫很健忘 这一部经 要常常不读 都忘掉 我讲经常常引用 一些经典里头 都把那些字都念错了 为什么呢 那经不常念了 甚至于一二十年 都没有再温习过一遍 偶尔想起一两句 里头还有几个字 告诉我 最多数人 这个特别是学奖金的人 这些参考资料 确实不能够离开 那么我过去 自己的道场 这些资料非常完备 到这个地方来 我也带了不少东西 但是搬了几次家了 都搬不进了 现在我手头上 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这些经论资料 都不想到哪去了 以前我住在一个居士家里 搬到这边来 这一般都搬乱了 由此地 以后又搬到金中学会 金中学会又搬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听说 现在又不得 给我搬到澳洲去了 都不见 所以在这个教学上 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许多资料找不到 那么希望将来 我们能够有个永久的道场 建立一个完善的图书室 我们参考资料 我们参考资料完备 不但是 讲台上 平常我们跟人家谈佛法 引进据点都不可以有错误 一定要多读 所以佛教给我要读诵 还要热心为人演书 演是什么呢 演就是形式 演是表演的 你所学到的 你要做到 你学到的 没有做到的 不算了 一定要做到 所以演是表演 做出样子来给人看 说是给人说明 开话是说 形式是表演 这为人演书 演书什么呢 诊慑至极 在本经上用的是这个名称 在般若经上 佛教诸法诗相 跟这四个字意思完全相同 一切法的真实相 一切法的真实相 这个极怎么说呢 这个极是达到极处 我们用佛学的名词来讲 读法诗相 妙离究竟之极 那就是极的意思 或者说是 摄像妙处 穷尽其理 达到极处 叫做极 边陋顶点 一般大臣经上也说 彻法底源 这个一切法的底 一切法的源头 也是基的意思 那么由此可知 开化形式真实之计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只有祝福如来才能够做到 为什么呢 他正得真实自己 你没有达到 你怎么能说得出来 菩萨为我们讲究说法 一定得佛力加持 如果不得佛力加持 因为不是他自己的境界 他也说不出 等究菩萨说法 都要求佛加持 我们看古大德 诸今 看看古人诸接经 前面一定有求佛加持的技术 请假 古人讲经 没上台之前 在下面拜佛 也求佛加持 我们不求佛加持 那上了台就胡说八道了 那得了啊 所以我们在上台之前 礼佛三拜 求佛加持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这八个字 实实在在讲 圆圆满满 还是一切佛法 不但是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 没有离开 这个原则 摄放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给无量 无边众生 所说一切法 也不出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给我们说的是 究竟圆满 超过世间 诸所有法 这当然之理 不但是 世间 诸所有法 超过了 除世间 诸所有法 也超过了 那么这一句 经文 落实在哪里呢 落实在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 就是诸佛如来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所以随唐 古大德 他们在研究 在探讨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哪一部经 才算是第一 到最后的结论 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 一生当中所说的第一经 这是许许多多经论 意义来做比较 这个经是第一经 所以这一句话呢 就落实在这部经 这一部经 这种了 确实是超约 世出世间的一切法 我们要特别珍惜 所以 每一讲这部经 这个法院特别殊胜 我将近 讲了四十年了 走过许许多多国家地区 讲任何经 都不及这一部经的法院殊胜 听众多 听众欢喜 你要是说我会讲 应当我讲每一部经 人家都欢喜 人都那么多 可是不一样 讲这部经人特别多 讲别的经人就少一半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三宝加持 不一样 我很有体会 在这么多年当中 常常想一想的时候 到场的状况 唯一独家 无量手机 法院特别殊胜 其次的人将弥陀金 苏朝要紧 那个听众也非常欢喜 比讲弥陀金的情况不一样 证明超过世界 证明超过世界 再看底下这一段 心肠地住 都市之道 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这句话怎么讲呢 地 是真实 不是假的 是真的 注视着 安注 那么都市 就是四宏诗愿里面讲的 众生无便是愿度 这个心要常常安住在 这个大愿之中 大愿里面 这就叫地住都市之道 长存 这个心 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 那么什么叫度呢 度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关怀 爱 爱护 帮助 以真诚地性 关怀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真正做到 舍己为人 世间人 有这种心肠的人 少啊 诸佛菩萨 确确实实 都是这样存心 都是这个心 阿罗汉 虽然也有帮助人的心 那个心呢 不热烈 一定要有人去求帮助 这个阿罗汉 看到很顺眼 他帮助你 看到不顺眼 他未必肯帮助你 不想菩萨 菩萨真的 有求必应 甚至于 你不求他 他也来了 欲是有苦难的地方 佛菩萨 实现的欲多 我们肉眼凡夫 不认识 像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每天看到这些消息 各国 各家地区传来的 灾难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些受灾 受难的 诸佛菩萨有没有去帮助 有 而且很多 诸佛菩萨帮助 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大的灾难 业力现前 佛菩萨 佛菩萨能帮助你 佛菩萨不能帮你消除罪业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 幸福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三个力量是平等的 心的力量 佛的力量 众生造作的业力 我们在地藏经上度过 经上讲这个众生的业力 能低虚异 能深大海 形容众生造的业力 不可思 你造的业 你一定要受这个果报 当你受果报的时候 佛菩萨一定在旁边照顾 在旁边帮助 这个如果对佛法深入一点 会感觉得到 众生受大灾难的时候 佛菩萨哪有秀书旁观治理 没有啊 可是我们自己如果真正要能够侥幸地 免于灾难 我们自己的心念 跟佛菩萨的心念 要相应 就很有可能的 避免避免这个疾难 这也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我们这个心里面发出去的思想的波 跟佛的那个心波 平律接近 平律相同 就得到他的帮助 这是我们佛家讲的 保佑加持 道理在此地 你不懂 你认为那是迷信 你要懂得 它是思想波的 频律相应 确确实实能帮得上吗 诸位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你就想到 我们讲堂发的是什么波 这么多同修在此地 我们很静心地在听讲 我们在听讲年小时当中 不求我念 念念都是善念的 念念都是与经教相应的 这个不好啊 这个波跟佛菩萨的波相接近的 纵然不是频率完全相同 但是频率非常接近 这得佛加持 念佛堂 大家日夜在这里念佛 这个力量就更大了 所以要晓得 这个道场 讲堂跟念佛堂 就是思想波的发射战了 如果我们这个波的力量很强 很强烈就能把这个世间这些众生 他们那个思想波是贪嗔痴慢 自私自利 我们这个强大的波就干涉它 能够把这个波干扰着它不起作用了 我们这个起作用了 就能够跟世界带来相互 就能把这个世界的灾难减弱 把这个世界的灾难减缓 时间减短 念佛有什么好处 好处在此地 这不是迷信 真有科学的理论与基础在里头 现在这个波动的现象 科学家承认 甚至于世间根本没有无相的存在 所有物质现象波动的现象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他讲这个话我一听就明了 我一听就点头 说的一点都没错 确确实实是波动的现象 是波动产生的幻觉 般若经常讲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话都是讲真的 所以说波动的现象 所有一切物质 只无矿 只要是有现象 现在科学家要分析它 分析为分子 原子电子 分析到基本粒子 仔细观察 它都是在动 它不是静止的 它是动的 动就产生波 所以哪一个物相没有波呢 我们佛家不叫波 佛家叫光 都有光啊 中国内地学气功的人 他叫气 科学家叫波 都是说的一个现象 也装死 而且这个波动 是以思想波动 最明显 最显著 所以佛法将 一报 随着正报转 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为什么物质环境 会随着我们思想波 来改变 思想波的力量 强 干涉它 改变它的这个波动 频率 所以这个物质 它现象 它就改变了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频率 干涉它了 干扰它了 如果是不正确的思想 那这个干扰 就把这个自然现象破坏了 我们就有苦受了 现在地球生态平衡被破坏了 什么原因被破坏了 气候也反常了 海水温度也增高了 南北级的冰融化了 什么道理 我们的思想波干扰 这个思想波就是贪嗔痴 发泄出来 严重的贪嗔痴 贪是水 撑是火 吃是风 心里面的不平就是地震 它都有原因的 可是这个深的道理 科学家现在还没发现 这个才是第一个因素 他们所看到的 没有看到第一因素 看到第二第三 没有看到第一了 第一个因素 佛经里面讲的透彻 讲的明了 那么我们也要想帮助一些众生 从哪里帮助起 从教育 古人懂得 现在人不懂 古人重视教育 教育里的最重要的 就是教你有一个健全的思想 有一个获理的思想 这个离就是慈地讲的真实之计 要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的 这是正确的 违反 这个真相应的 那是完全错误的 是非人物 贪诚吃慢的 真实之计的就没有 这是违反 这是错误的 错误 就会把自然生态破坏 如果是正确的 自然生态就正常了 有大道理在 这些道理都在大臣经典之中 佛讲的太多了 太详细了 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 学佛的人成为三个宝 世间人很轻易的 迷信两个字就默杀了 就把它遗弃 不晓得再去研究 不知道这个东西 真正能解决现代的危机 真正能够解决 一切众生的灾难 让我们历苦得落 这是现在人的迷信科学 迷信科学的后果 不如迷信科学 迷信科学将来可以深西方极乐世界 迷信科学到哪里去 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底下这几句就是 心肠地主度师之道的落实 你看落实 与一切万物 随意自在 这个随意 就是随缘 随缘自在 这是讲 我们生活的态度 现在人家心态 我们生活的心态 要随缘自在 随缘 是对攀缘说的 什么叫攀缘 你心里面有所需求 就是攀缘 攀缘就不自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得实这个心 得实心里面就生烦恼 无量无边的烦恼 都从得实心里生 如果得实这个念头打掉了 你就很自在了 那个日子好过 你就过你真正的日子了 真正幸福美满的日子了 怎么说 你用尽心机 比如说你赚钱 用尽心机 用尽手段 用尽方法 你赚这个钱 还是你命里都有的 你命里头没有的 多一块钱都赚不到 你看看 你操的那个心 不叫原话吗 你统统写起掉了 心里头一念不生 你命里头 这一天该赚多少钱 它自然就来了 你说这个都自在了 都轻松了 都快乐 这个道理诸位要参不透 我常常教你 你回家去把了凡私讯 一口气念上三百遍 你就明白了 一银一桌 莫非前定呢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了 谁定的呢 自己定的 自己前身修的音 这一身所受的果报 你前世不修音 你这是哪来的果报 音缘果报 丝毫不爽 通达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你的生活得大自在 我不需要求 我不需要求 命令游的到时候自然就来了 求他干什么 来了也不稀奇 为什么该来的他要来 不该来的他不会来 没有得失的念头 所以生活要懂得随缘 随缘就是随顺因果的法则 随顺因果的事实 我们生活当中要造的 底下讲 为主书内做不清之有 我们努力修缠 你不是说你们要亲 每个人都要求财 财同来的 不死 我这个财 一文都没有 但是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说多自在呢 随意念就来了 念头动个念头 他就来了 可是来了之后 你看我马上就舍掉 为什么呢 我要不舍后头就不来了 我只要这么一舍掉的时候 后面源源不断而来 所以你要想得 舍得 这佛教给我们 舍是因 得是果报 你不肯舍 你怎么会有得呢 你就没有法子得了 因果违背了 可是你得到之后 你要懂得 得到那个得了 还要舍掉 又要把那个得子舍掉 那你这个就像流水一样的 永远没有止尽 你谁才得财富 谁也发得智慧 师无为得健康长寿 所以 随意自在 这个人一生 不会生病 不会衰老 我还告诉你 不会死 真的不是假的 自佛统统得到 随意自在 死了就不自在了 这不死 所以真正想 不老 不病 不死 都在无量寿金 都在大花眼睛里面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一段 我们看不完 谢谢大家 Zither Harp Zither Harp